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 财子Talk 今天邀请你Patrick 聊天 Patrick 你好 你好 我们真的要把握一下 究竟今年的外汇策略应该怎样定 每天大家都是疯狂地讨论 去日本很便宜 但每个人都说快会很贵 但一直都不来 我们今天有几种货币 和大家把握一下 究竟去旅行也好 有投资需要有好各样 究竟是应该怎样处理 对日元你是专家 是吗 他们笑我说我能移动的会论 就说我是央行敌人 所以如果有你去做灯 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判断 一般我在香港日元是会比较便宜的 现在148 稍后问一下你 稍后有没有什么玄机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一月份 很多外汇业的人士都跟我说 很静 很窄幅波动 是否大家都等不出 究竟减息的前路 不能够确定 所以上落也不知道 在哪里 其实这样说 之前的市场 希望联储局 或者预期联储局 三月开始去减息 但现在一月份 开波以来 我们看到经济数据 似乎不是那样东西 还有联储局 它也都去调整市场的预期 将减息的时间 其实现在来说 似乎是 起码要推到五月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个市场 又好像不是很信服 因为为什么呢 始终就是说 你的高利率 对美国经济 是否真的可以 能够支持 所以一路看数据 看到上个星期五 出了一些飞龙 厉害 真是厉害 五体投地 35万份 无论你说的 那个职位增长 或者是 那个时薪的增长 其实都反映 美国的经济 仁性 真的相当不错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你做霸威尔 你都不会说 现在说三月要减息 如果真的这么说 你更害怕 所以就变成了 那个市场 始终 他一看到数据好 他就买一些少 美元 所以你看到那个美金 就慢慢慢慢托上来 他又不是走得很急 但是你看到他 102.5 就下不了了 企稳103之后 现在上下上下 104 就去到104 那变成了整个市 我自己觉得 都是美元慢慢上升 但是那些投资者 就对那个美国经济 都仍是有点戒心 所以就不敢说 推得太急 现在如果 譬如看减息预期 就是之前三月份 大家就玩得太夸张了 就是说了减息的机会率 是超过一半 但是今早就招了 鲍威尔接受外国传媒访问 多一点点的解读出来 之后 那些货币就动得很厉害 今早在亚洲市 现在直到超过八成的机会 三月是维持不变了 然后就退去五月 但五月的减息机会都急降 之前有成90% 现在就是60%左右 所以又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但Patrick 有时我们觉得 美金的趋势 除了受到剩口 那个 speculation 的影响之外 还看其他东西 譬如说 避险因素 譬如你说高风雨资产 可能有些resolve 美金真的会有钱进去 特别的 其实美债都会有同一个方向 最近很多人就害怕这些事情发生 你觉得这些因素 会不会出现 托一托个美金的重要因素 其实美股就相当高了 其实市场曾经都很担心 美股会不会 如果联储局还不减息的话 美股会不会插进去 或者经济衰退 会不会是由于你的利率 还是在这些高位 而令到衰退快了 但是现在似乎不是那样东西 所以市场似乎对美股 信心又慢慢慢慢回来 我自己相信 对美元来说 始终都是有利好的作用 至于其他的因素 譬如你说地缘政治 避险这些层面 暂时我看到整个市场 日元、瑞朗 甚至是黄金 这些传统的避险 未觉着 它不是很受惠 反而都是钱走到美金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美债息率 虽然现在去回十年 去回四厘 但是它早前 它都上完四厘流上 它似乎不是很站得稳 又插上去 上星期五 出了这么厉害的飞龙 之后 又走回四厘流上 我自己觉得市场仍然 仍然不是很有信心 究竟是怎么走 我自己觉得整个环球的地缘政治 今年仍然会很混乱 很多噪音 特别大选年 很多地方 上半年 不要说上半年 现在第一季 仍然在说中东方面 慢慢慢慢玩下去 越来越接近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整个市况 都会很明朗 所以 由去年第四季开始做访问 很多人都说要预测今年的走势 其实我都叫大家 见步行步 真的不要看得太远 变数相当大 变数很大 所以我们去年 预测今年何时减息 到现在这个时间 几大央行何时减息 都是看着数字不停做人 依然 因为我们为何要看这些央行不同的市场预期 始终的汇率是相对的 如果在欧洲比美国差很多 变成了欧元方面和它的影响 有时要这样称 现在就好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 欧洲大家挺一注独淡的 觉得它好像特别衰 特别经济数据不太好 虽然它去年第四季 全年避过了一个技术性衰退 但大家都是看淡它 英国反而减息的预测 这个是调期 SWAP 来的 反映的 看到它的减息的预期 又没有之前那么深 觉得它反而比欧洲好一点 在汇率上的直博 其实是否应该这样称呢 其实你看近期的汇价表现 其实都是在反映这件事 刚才Debbie说得很对 汇率其实是一个相对的 美国不好的时候 如果人家仍比它差 其实你美元可能都是比较强的 强一点 所以你暂时称就很明显的了 欧洲那方面的经济情况 在欧元英国和美国来说 它是最似的 所以你也看到欧洲央行官员 其实它的货币政策立场 是相当之分歧的 有些仍然还是 警惕着通胀 不要那么急去减息 但有一些就说 经济真的不行了 要早一点减 3月和6月没有什么分别 你宁愿早一点减 变成了欧元区 我自己觉得整个欧洲都会受 你看到它之前弹过上去 1.11 1.10也不能上去 1.09也不能上去 现在我自己觉得 它怎样都要试试 1.0720的支持位置 如果那个位置穿了的话 老实说 有机会再插低一些 譬如去到1.055 1.06这些位置 所以那个部署 我自己觉得 欧元一定是做胆 英国那方面 始终它的通胀 相对于美国和欧元区 它是高一点的 还有它始终今年 它有个减税的措施 下半年 是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它的货币政策 你看到它最新的一次投票 分歧 都还有两个是支持加息 是的 但有一个是支持减息 所以我自己相信 它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中间 始终它都应该今年会减息 但应该可能要去到接近年中 这样的情况 你说内部的央行官员 那个分歧 原来有很多人看回 一两个说 加一个说减 其实都08年没有出现过 这种严重分歧 也都证明了大家 多难看英国究竟 那个经济稳率是怎样 譬如年年 我看过两年 例如以最大间的IMF预计 经合组织预计 经合组织预计 经常都说英国是环球主要的国家 经济最弱 都是贴负货 但到最后 它又抬着抬着又不是差得那么远 我怕大家敏感了 会不会像你所说 今年人人股去至少减这四 其实可能最终 它们未必需要这样做 这样说 我自己觉得 市对今年央行的减息 一直都比较上是很进取的 但是实际 我自己觉得 你要减到一厘流上 我当你每次减0.25 都要减4次 你想想 你可能从第二季开始就要减息 这些情况 我自己觉得 真的除非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自己觉得 始终今年很不放心 一件事就是 究竟通胀是否真的会继续回落 还是说它会弹回头 是的 其实这个是还需要观察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市场 不要太高股央行的减息行动 是的 因为英国以12月通胀为例 有两年低位反弹 但其实欧元区也有一个同样的情况 即是急速放缩 顶就似乎见了 不过在这些位置似乎有两个反弹 而欧洲央行行长 其实也出来说 Patrick 所说 他为什么不想这么快做的决定 你们觉得我可以减息呢 就是因为他怕能源价格的影响 可能在欧洲和英国地区 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关系 一出事有什么地缘政治 我们说的 其实一会影响 那些能源价格在它的通胀上 马上反映 因为它的比重大 以及你看到 鸿海近期的事件 如果你的行道真的出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整个供应链 你的货运价格 或者你直接的货运价格走不了去的时候 其实影响是会有的 因为亚洲区的运费都升了50% 是一个星期而已 就是很夸张 所以央行行长就很难做 现在看到外面粒粒乱 究竟出来见记者的时候怎么说 你说它的立场不清晰 但因为其实它太多变数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人说 其实如果你看回率计 立榜最坏的情况应该是见了 没有那一两年前那么差 抹摸历史低位 有政治问题 1.2那些问题 是的 相对于欧元 依然未走出坏的情况 因为可能有更深的衰退 未来也没有机会 所以说不如做个课程 你觉得有没有直播空间 例如托着个绑到euro 如果你从刚才所说的基本面去看 或者央行货币政策 那确实是用一只欧罗做胆 是可以的 绑了 是的 但是我怎么都要提醒大家 英镑这个东西 它有时候 它突然间跟你玩一转很急的 很瘋 是的 它突然之间可能很急 你看它 近期它的波幅真的不是很大的 很窄的 下面1.26 上面1.28 頂拢1.28半 那就是这200多点的 所以你这段时间 你确实找一只欧罗做胆 OK的 但是它可能突然间跟你走一转急的 那你一走不及的话 其实就挺烦的 所以我自己始终都还是觉得 OK 你找位 但是整体上 今年暂时 我想起码第一季或者上半年 那个美金 略略都会偏强一点 那你就看着英镑 1.26 如果穿了的话 有机会跌深一点 可能跌多100 或者百松一点点 下面我又不会看它跌得太差 即是如果有投资需求 或者那边有物业 或者小朋友要读书 有很多英镑需求 没错 那你都建议 其实可能趁个美金 来走略强的时候 那个榜还有一些低位给大家买 不用那么急 没错 那你可以留意着 就是欧洲英国那边的机会 另一边 Petrick 提到 说 未来的美元可能强一点 这个货币 大家很有兴趣 對美元跌7%國外 今年回來 年初就很大眼角力 因為有些報告出 其實兩邊都有理由 因為日本央行似乎是想部署收稅 買日圓是很正常的 但是又怕日本的經濟動力真的不是很穩固 其實它又做不出什麼大動作 你美元又強的時候 日圓又很難走強 兩邊眼角 變成CFTC那些大戶數據的反映 對沖基金和資產管理日圓兩邊就左右搏力 一邊就是淨沽空倉 很多年高位 然後資產管理公司的買倉的動力 在一個月間大幅急升 那你談到哪一邊 我今年仍然覺得日圓是有上升的空間 會升的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樣想呢 老實說就是由於匯市近期來說太平淡了 波幅不大 而美金到日圓呢 我自己相信是 可能是唯一的一隻 它動起來有機會有一個很大的波幅 所以你就可以留意它多一些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你剛才講到 有些看就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130 你現在148和130你自己計一計 都抽完了 它是真的有一個空間給你去玩 那時候你就有吸引力了 另一方面你說說那個日圓升值 老實說 確實是由去年年中開始 市場已經有這樣的聲音 它是走過一轉給你看的 走過一轉 跌到到140那些位 然後又彈上來 現在問題就是 究竟是不是仍然還要找位買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仍然都是找位買的 你自己也買了吧 是 特別是 李天都說 很多朋友喜歡去日本旅行 就是第二個故鄉 你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你不要每次都想著買到最便宜 你去到那些148 接近150 其實你買 你看過去那幾年 其實是好的水位來的 都是 就是你不要介意 我不是買到一個底 你買這些位置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點蝕的 因為很老實說 難道暫時我看不到 它會衝上154 除非你美金又出現一波單邊的行程 但是暫時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不是經常說 一穿了145 賣向150 然後再穿150 再更高 就怕央行干預 好像已經消失了 他們是不是都習慣了這個pattern 大家不用再害怕這件事 我相信整個環境是不同的 當時美國還不可能說利率會不會再向上 但是現在大家都已經有共識 今年美國應該會減息 只不過是幾時減 而日本那方面 央行我自己估計 三四月它是會先結束YCC的 即是說負利率政策一結束之後 行長都說明了 之後肯定是要加息的 當然日本 他們做事就會比較謹慎一些 他們是一步步看 為什麼要等到三四月呢 他要等到那個春鬥 是的 看看那個加薪的情況如何 他要確保那個加薪和那個物價 是有一個良性循環 這個是他們的說法 我自己相信應該是OK的 所以因為始終它這個負利率 不是一個正常的貨幣政策 它是需要把它回到一個正常的 將來再有一些經濟不好的情況出來的時候 有靈活度可以做 是的 它才有工具去做事 所以我相信它是會做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日元 今年整體來說應該還是有條件做好的 譬如你在這些位置 我自己就看它應該在148到150之間 會有第一個多大的助力 大家密切關注著大概三月中的這位置 通常你講的那個春鬥 大家都會接下來不停聽的 因為央行業直平和藍 就很緊張那個人工 因為你的通脹 你日本的核心通脹 一度去到40%流上 他都不肯覺得那個通脹回來 就是覺得因為人工加幅不夠 那你通脹扣除了人工 基本上都依然是負實質利率的 所以他就覺得我不滿意 但最近少少改口 他最近一月出來說話 感覺上給大家看 服務相關的價格穩定向上 所以大家就更加有決心 覺得三月的春鬥 談 qued料月初 可能四月就是啟動第一次 呢 那錢人就會Funding 我們日日日日月的部署 就要再早一點 是的 那你希望它這一類 就是有一個機會 給大家買一些 便宜些的日日日日日日 我還是希望它不要太狹 太強 是也會影響igner自己的經濟 我們去花錢也沒有那麼疏倉 Yen這東西很有趣的 它突然之間 美元也要入圓 跌了上來 它突然之間有幾天 它就跌很急的 接著它就牛在這些位置 或者有一些反彈也不出奇 所以整體上 美元上 它慢慢上 跌了上來 它就突然之間會跌的 所以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好 那不可以分段買 大家都很難買到轉角位這麼漂亮的 好 另外就要看這一隻 就是人民幣 為何要說這一兩天 大家比較擔心 有時你看到中港股市這樣落發 就個人悲觀 是不是 人民幣也偏弱一些 由之前都7.1那些位置跌了上去 現在就大概在7.2樓上的位置增持 有些就說 因為看到中國 那個十年期的國債利率 現在跌到紀錄伸低 最近 今天也是 跌到兩年四一 真是歷史新低 但變成了你搞到那個息差 再引發走之疑 中美的息差 是 是不是這個再繼續值得擔心 這樣說 你說 中美的息差 確實現在很明顯就是 中國仍然是降息降準 美國就不肯提前減息 變成那個息差 起碼就維持住了 就算下半年美國開始減息 你看看它怎麼減化 聯儲局如果說減3次 每次0.25的 下半年可能會有機會幫到一些 但另一方面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中國內地的經濟情況 確實是挺令人擔心的 所以就預計了 它今年有好貨幣政策 會維持寬鬆 甚至可能會加碼 另一方面 有很多內地的一些地方基建 現在說可能要叫停 中央政府可能本身都沒有錢 其實就令到整個投資環境 那個意欲就真的相當之低 變成你錢流進去 也都會相對上是少了 雖然它最近都出台很多 很複雜啊 是的 繼續我要開放改革 歡迎外資進去 甚至你銀行啊 保險啊 你的持股可以百分之百 總之有很多政策 其實希望是吸引資金的 但是問題是說 大家其實都是講信心的問題 特別是中美之間的那個關係 11月就大選了 那特朗普會不會有機會呢 是的 現在已經說定了 是的 有些關稅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 整年流流牆給你去玩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你很難跟它這樣去玩下去的 那我就不如暫時放棄它 除非我看到真的有一些明顯的改變 但是你在大選前我真的看不到 兩黨在朝在野其實都是 維持著一個對中國來說是比較強硬 不友善的 只不過是看上了場之後 究竟是一個比較理性的玩法 還是好像特朗普那些沒有章法的 沒有章法的呢 其實都挺慘的 但是好處就是可能和歐洲的關係就會疏離 美國和歐洲的關係 因為特朗普是自己玩自己那一套 歐洲就不喜歡它的 那你變成了如果歐美的關係疏離的話 會不會中國相對上又會是過得好一些呢 你沒有了美國 可能還有歐洲跟你玩 過去一兩年 拜登建立了很多的盟友 你開始看到有些國際關係 譬如你歐洲親美 甚至日本其實很多都親美 即是在商言相大家做生意 晶片行業那些發展其實有很多合作的 所以究竟有個大選之後 會不會將整個形勢扭轉呢 大家要拭目以待 因為現在人民幣 其實我看到也有很多一些高息存款 肯定有很多網民或者網友觀眾 就會覺得賺息虧價也不虧得很多 高不高得過香港定期 是啊 那你就不會選擇了 所以我再問最後你一個 是啊 那你想想 寧願做港元定期吧 我今天又收到一個銀行說 就是傳過來 那他們98天平均四里半 都算好的了 都OK啊 花了一年有四里半也不錯 那你想想 四里幾 那你股市又這樣 那你人民幣你怎樣 你都給不到吧 除非你玩那些以前的accumulator 如果不是的話你很難的 那人民幣的匯率很老實講 我自己覺得就偏淡一些的 那你說會跌很多 跌穿去年7.3幾 我又暫時不會看到 上落市 上落市 當然好了 大家有心理準備 今天就差不多了 謝謝Patrick和我們